北京时间12月30日,上一场战胜火箭后,胡人今天被靠贝克场,继续挑战,灰熊詹薇,VS莫兰特,本场最大的看点之一,先来说说,灰熊上一场,莫兰特带被战胜的强敌太阳,第四节末段,不克关键三分命中,就当大伙都以为,不克准绝杀的时候,莫,兰特最后一攻,顶着防守人,强硬上篮,打进完成版绝杀。 小伙子彻底打破了质疑莫兰特对灰熊来说太重要了,昨天胡人也打出了漂亮一场,詹薇连续配合杀死比赛,老詹还完成了里程碑,今天势必要继续冲击胜利胡人队,再次变换阵容,詹姆斯,威少,布拉德里,蒙克和霍华德火花,又回到了首8日之半场比赛结束胡人514,至48灰熊,没想到,昨天干完火箭后,今天老詹依旧活力满满,首节上场7分多中,4投4中3分3中3,砍下11分4篮板,2助攻, 一抢断,这手感,简直没水了,半场15分,全队最高,连著名扎飞,都坐不住了Skip把推怒夸詹姆斯,勒布朗戴孟菲斯,手感相当火热,在即将37岁的一场比赛,客场被耗贝,还展现了新秀年轻人一般的能量,预祝明天生日快乐Brown,这是被打服了吗?搞头,除了老詹外,威少半场得分,也上了双8投4中,外线3分2中2,拿到10分6篮板,7助攻手感,也在线,看来今天不出意外,又是三双数据, 湖人上半场很精彩的一个回合,依旧来自詹维组和老詹,冒掉莫兰特的投篮那边,威少马上推进直接一条龙,把球上进湖人,一度将领先优势,扩大到两位数,灰熊这边没有意外,莫兰特,扛起了球队进攻大旗,第一节7分,第二节9分半场,15投,6中3分,2中2,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,另加5篮板,一助攻小伙子,就是年轻气盛, 首节JA还一度想要隔扣霍华德斯,当时,莫兰特超越距离起飞,空中对抗霍华德,想要隔扣,但结果脱手,直接将球,扔到篮板上,延出界赛前,ESPN,对莫兰特进行了专访,后者就表示过,分赛季目标完成个人生涯最佳扣篮,只要我保持侵略性球队,就会更加出色,一边戴战比赛,更加精彩刺激了詹姆斯和莫兰特机型队标老詹, 三节七投五中,三分四中三,独篮十四分,一篮板,一助攻,一抢断。今天,老头状态实在决绝子,看来是为了好好迎接今晚的生日夜,三节战罢,已经砍下29分了,莫兰特,也不是好惹的第三节AA五投三中,三分二中二罚球,六中六,同样砍下了十四分,一篮板,一助攻,一抢断,但可惜球队没有更多人站出来,三节战罢,挥兽依旧落后着五分末节别战,挥雄开始发力了。 克拉克上篮,甲贝恩,三分引中两队83,打凭老詹威少,继续出来回应,但苍天啊,莫兰特真的准啊,外线又是二季三分,目前外线六中六,还没失手过。比赛还剩四分多中,凭借莫兰特暴走灰熊,反超了七分关键时刻,詹姆斯三分,再次给予回应,莫兰特强硬上篮,又有可惜了关键时刻,詹姆斯竟然传球失误了。胡人失去了扳屏机会,全场结束,胡人无怨没胜给我吹。 莫兰特,莫兰特今天一人干掉詹威组合,全场出战三十五分钟,二十七投十三中,三分七中六。 狂砍四十一分十篮板,二助攻,二抢断,二改冒。 无庸置疑的巨星表现。 胡人真的太可惜了,最后一截,被反超末段,关键时刻,威少一个上篮,没进老詹致命传球失误。 在比赛最后时刻,落后三分的胡人,握有球权,詹姆斯遭遇包夹后,将球传给蒙克,瞬间蒙克也遭遇包夹,此时蒙克选择将球,传给胡顶被盯防的詹姆斯,而忽略了,敌脚处于空位的威少。 这个回合,大伙怎么看詹姆斯,今天也是超神状态全场二十五投十三中,三分十四中八,砍下三十七分十三篮板,七助攻,二抢断,二改冒。 三十七岁生日三十七分,威少十六分十篮板,十二助攻三双,继续达成最后交给大伙的灰熊仙徒勇,宋勇士首败后射日,再干掉胡人。 他们绝对是今年的黑马,对于胡人这场失利,你想说什么?